取消了极细CD的轮椅车 直接是把点券腾空车的高度再提升了一个打次 那么它到底有多强呢 这期我拿出了最强腾空A车流火 来跟它做一个对比 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可以看到起步的时候 第一个跳台由于轮椅车它的特性率先触发 所以在起步阶段它竟然领先流火 这你敢信 直到这里的长直线才被流火超车 那么虽然说轮椅车只取消了极细CD 这个速度还是有技能CD的 但即使这样它每次落地加的极细 那可都不少 连续几个跳台下来 差不多就可以获得一管单气了 这也是增加了很多在腾空图的容错 那上一期视频我们也说过了 有极细CD的时候 它这个强度都差不多跟那个夜王一样 而现在取消了这个极细CD之后 它的强度呢 我觉得是要比那个夜王强的 而且呢强了很明显 毕竟我用点券车 是没有跑出过这个飞跃神舟1分15的成绩的 所以呢这轮椅车强度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手感和防撞差一点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